列車駕駛爬火車頂遭高壓電擊 被迴鐵路昨天驚傳觸電意外 亞洲水泥貨運58歲列車司機劉慶元 在花蓮不慎被高壓電灼傷 倒在車頂上 被台鐵工人發現報警送醫急救 全身灼傷就是 40%以上 送來的時候是昏迷的就是 清醒 好清醒的 司機昨天駕駛列車 快到新城火車站時 發現車頭引擎過熱 平下火車爬上車頂檢查水箱 台鐵高壓電油25000伏特 最少距離1.5公尺才安全 但當時他去上方電纜僅約1公尺 導致感電被高壓電流打到 受傷司機家屬趕到醫院氣不成聲 前胸兩邊的這個上臂 通通有那個灼傷的痕跡 大約算起來是一個40%的2度的 這個到3度的這個灼傷 受傷司機去插管治療觀察 尚未脫險 台鐵表示 電車線高壓電油強烈電磁波 不必碰到電線就會觸電 就是所謂的感電 平時都會定期舉辦勞工安全講席 要求列車司機注意 沒想到人不幸發生意外 動新聞花蓮報導